杀生是世上最厉害的果报 古代魏国有一位公主长得非常美丽 也很喜欢打扮 总是穿得非常奢华 这件衣服不好看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这件我也不喜欢 这么多衣服就没一件让我满意的 你们是怎么搞的 连件漂亮的衣服都做不出来 公主 这里还有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非常漂亮 是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 您一定会喜欢的 哦 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 快拿来我看看 哦 天呐 这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今天就穿这件衣服 嗯 于是公主就穿着这件 翠鸟羽毛缝制的衣服 却向魏太祖请安 你说 父皇见了我穿这件衣服 会不会称赞我呀 公主 您穿这件衣服 简直就像仙女下凡 皇上见了一定会赞付绝口的 哈哈哈哈 我也是这么想的 再见 父皇 嗯 父皇 您看这件衣服漂亮吗 快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下来 以后不许再用羽毛来做装饰 用羽毛是又怎么了 这些羽毛多漂亮啊 你知不知道 觉得这件羽毛会害死多少只鸟啊 这件衣服用用不了多少羽毛 是会害死几只鸟啊 你是一国的公主 你穿这样的衣服 皇亲贵族都会模仿 就连一般民女 也可能会希望穿这样的衣服 商人们只要有利可图 就会想尽方法去捉鸟 以供应羽毛的需求 那时所杀的生命就不计其数了 穷究根源就是由你所引起的 这样你的罪过就很大了 啊 这样啊 我真没想到这点 这点衣服我真的不能再穿了 嗯 从此以后 这位公主就再也没穿过那件 羽毛缝制的衣服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地举动 就会造成杀戮 要知道杀生 那可是世上最厉害的果报 郑先生说的有道理 我们有时候无意中伤害了生命 那也是杀生啊 是啊 只要是杀生 就会遭到恶报的 哈哈哈哈 嗯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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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个孩子身体不好 您一定要帮帮我 让他俩恢复到以前 快乐健康的模样啊 张先生见这两个孩子 精神状况都很不正常 于是便为那位妇女 有没有杀害过生命 他们两个生病前几天 你有没有杀生啊 呃 没有啊 哦 你没有杀生 那这两个孩子 怎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蛇 蛇 有蛇 蛇 蛇 烫死它 快烫死它 孩子 别怕 别怕 没事的 妈妈在这里呢 我会保护你们的 蛇 烫死它 他们说的蛇是怎么回事 啊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 妈 家里要烧的木材够吗 不多了 需要再砍些柴 正好我和柯柯 正要把门前的那棵大树砍掉 到时候我们砍下了这些树枝 来给你当木柴烧 嗯 那太好了 你们哥俩可要小心点啊 妈妈 你就放心好了 当这兄弟二人 来到屋外门前砍大树时 突然看到有两条蛇 钻到树底下的洞里面去了 哎呀 蛇 让我砍死它们 哇 没砍到 哎呀 这两条蛇 钻进树洞里了 算它们俩跑得快 要不我非把它们砍成肉酱 就这样放过那两条蛇 也太便宜它们了 对了 我们可以往这个洞里倒热水 把它俩烫死在里面 好主意 我这就回家拿热水来 就这样 兄弟俩便拿来了一壶热水 倒进了树下的洞里 把那两条蛇给活活烫死了 哈哈哈哈 烫死它们了 几天以后 这兄弟俩就把自己关在房里 不久就罹患精神病了 喂 你们两个急急忙忙的 要干什么 开门啊 开门啊 你们关这门干嘛 等再打开门时 它们两个就这样 罹患精神病了 大儿子这样 二儿子也是这样 两个精神都变得不正常了 哎 真是可怜啊 是啊 这两个儿子都得了这种病 实在是可怜啊 赵先生 您能不能帮个忙 把这件事给化解化解啊 你的两个儿子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因为杀生的关系 你看他们这么残忍 心那么狠毒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见到蛇钻到洞里 还想用开水把他们烫死 这两条蛇是兄弟 两条蛇都被烫死了 两兄弟当然也因此 罹患精神病了 你们两个 平日里 我不是告诫过你们 不要杀生 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可好 遭受到报应了 那现在 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吗 是啊 他看上去真可怜啊 要说挽救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的 那就是今后多做善事 多放生 过生 来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 嗯 这世上最大的夜暴 就是杀生 杀生的夜暴 比什么都还要严重 互相残杀 互相报复 这就是世上 最悲惨的一件事